27. 星島日報 唐國怨惑應上訴 2015年7月26日星島馬遜 12. 聶俊作文社連馬斯拼水增成風氣 提及岳敦與更能 老一輩的馬迷見者對騎連的名字 可能不其然會先想到雲中龍事件 雲中龍初出一役更能在馬背上做過些什麼 有眼皆見 莫說馬迷歪言 就連馬主翼隨即拉倉已是不滿 唯獨馬迷認為問題不大 之後受了輿論壓力 才像正式罰了近能停賽三日 當時新上任馬迷行政總裁的王之江 常以黑白波某論解劃 無疑是邦倒亡 百處不見 卻是愈苗愈黑 而雲中龍轉到奔康徽下 復出一仗果由李格力執降職大勝七個馬迷 馬迷就更加尷尬 對比起江貴無私二騎精彩鬥士 鄭月田騎軍區 甚至黎海榮於殺科日騎之道性的鏡頭 當年更能在雲中龍背上的所作所為 認真外眼得多 若然雲中龍事件見在今時今日 更能是絕無可能停賽三日變了事 那時候坊間普遍認為 馬迷之所以放更能一馬 佳因他名氣大兼來自英國 其時馬迷仍掛英皇遇準的牌頭 此乃同聲同氣 如此說法 不無道理 提道之道性事件 黎海榮中被馬會從佛庭賽十四天 馬會判決時 表明乃念黎海榮是初犯天條 才將佛則定於十四日 言下之意是若有下次 就莫怪以仙子聲明 倒算公道 但事情脫軌在於言順當日 黎海榮明明否認指控 被罰英國冤屈 事後卻無上訴 究竟黎海榮是因為有此百詞莫辯 亦或認為馬會的原判向來都極難推翻 故連翻案的功夫也省 那就不得而知 只可肯定的是 若然知道聖日後再戰田草千八 大為可敲也